他现在做事还没做很多 没有了 现在确定 确定 我煮了 他说院长叫我不能包嘴角 他以前包嘴角包得厉害 对 今天上千吧 上千个 厉害 把诊间分为营造得像老朋友聚会 这是张德铭医师的看诊风格 妈妈变瘦他也知道 对啊 我又觉得 有些意思是他不让我们 不会听我们讲 对 然后院长是会愿意听我们讲的 我是从新竹过来 第一次我拿我的原来的药给他看 他就告诉我说 哪一些该吃哪一些不用吃 很信任他 因为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好的观念 不是药吃多就好 我从50岁一直到65岁退休 都在当院长 那但是我的医疗都没有丢下来 我一直提醒自己 绝对不要忘掉专业 因为行政是暂时的东西 行医将近40年 全新致力于风湿免疫疾病 回顾初中 竟是误打误撞 我们只是毕业选到那一科 但是你选择哪一个科是有退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月 就是刚好在风湿免疫疾病 命运带着张德铭入门钻研 这个科别有200多种疾病 症状多元不好诊断 但反而燃起他的兴趣 这个科有兴趣的地方是在他的千变万化 比如心脏科 他可能就是心肌梗塞 心律不诊 他就病相对的是比较集中的 但风湿免疫科 他可以侵办到全身的器官 连医生都觉得充满挑战性 何况是患者 因此八年前他开设了粉丝专业 台湾的医疗是没有办法 有这么多时间在门诊去讲清楚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就在后线我再来补文章 让他不会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资讯 影响到他的治疗 除了医疗之外 那个心灵的那一部分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会用一篇人文 一篇医疗 那个话是跟我的文章配的 要有一点点的意境 跟有一点点的丰富性 也许会有人会觉得 他有所触动 对他会有帮助 始终把人摆在第一位 这也是他这么忙 还要回学校春风话语的原因 我们一直讲说 我们看的不是一个疾病 我们看的是一个病人 医病之间的关系的维持 对于这个疾病的愈后 是非常重要 他能够信任你 他才能够照着你所开的药去服用 在一届当上院长 在学校获得优良教师 研究发表270篇 出两本书 更是全台第一位 获得美国风师免疫大师奖 如今退休两年 他的生活写照 退而不休 持续前行 哈佛的教授跟我讲是叫 所以我在这次新书发表会 我也有讲 我的字连里面没有退这个字 只有进 大海新闻 林一婷 两家民 台北报道 第一个屈里面 幸福 大海新闻